身外之才终舍离,所造之夜如影随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有位喜欢收藏古玩的中年居士说, 以前喜欢古玩,碰到看好的,能力允许就得想办法买回来。 父亲劝我,就你那点业余水平,还是不要玩了听了父亲的话, 虽然自己有所收敛,但也没有全部放下。 没想到父亲突然重病去世,再看看那些收藏的古玩, 在值钱也换不回父亲的丁宁了。 这位居士的话,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。 曾经有个人听了别人的指点,发心去寻宝。 虽说寻宝需要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, 但由于的宝心切,他还是出发了。 一路风雨兼程,忍饥挨饿,他终于到达了埋藏宝物的地方。 这个人用尽全身力气把埋在地下的金子挖了出来, 可随后他却倒在了金子的旁边。 他看着黄灿灿的金子,心中不停地祈求老天爷, 赶快把金子变成饮食供自己受用。 结果,金子并没有变成饮食,他守着黄金死去了。 钱财珍宝,本是身外之物。 一位大德说,鱼在水里月,人在世上闹,金银堆成山,一死全都料。 因此,学习佛法,要多修无常观法,长思为无常经理的话,生者皆归死,容颜禁殿衰,强力并锁亲,无能免思者,未曾有一事,不被无常吞。 看不破的要练习看破,放不下的要练习放下,这样掉幅自我就容易了,活得也会自在。 我的尼和尚上通下院老法师在世时说,相信因缘果报,长修生死无常,清静实戒念佛。 练习菩萨发心,难学能学,难行能行地持续修大悲心,一心上求佛到位利益众生而活,和佛就能走得越来越近。